其實每年都一定會有這樣的案例 有一個小技巧 因為我考DSE的時候 都幾年前 是我要發揮的時候 時間要曬 大家好,我是Sean 我是Cent 我是Thomas 有兩樣東西要準備 第一個是心態 第二個是實際行動的準備 首先心態上的準備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是非常直接影響到你考試的狀態 我講的是考試前 基本上前一天 我都是不要取自己的溫習 考試前一天要讓自己放鬆一下 考試前一天 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 睡覺的時候 我的表現會比較好 那如果睡不著怎麼辦 睡不著怎麼辦 沒有,一定要 怎樣都一定要放 你沒理由醫生溫習 打電話給你問我 這個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這麼認真地問 當然考試前 是睡得不錯 考試前那幾天 你還是很緊張 因為快要來了 但當你真的來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 是時候要去 坦然面對 是我要發揮的時候 時間要曬 其實這條影片 最主要是 六顆五星星對DSC 而的一番說話 我跟Panthon 都是拖光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心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考DSC的時候 都... 都幾年前 都不太記得了 說真的你記得多少都沒用 你要發揮出來 考試才會反映到你的成績 我覺得真的 大部分都... 準備好自己 準備好去考試 心態你也有些話說 Panthon你也分享一下 那時候是... 你幹嘛... 幹嘛... 你考試前叫雞嗎 哈哈哈哈 我力介 我這麼多份黑色牌 就留一份不做 怎樣都沒怎樣 看都沒看過 到時候考前一天 就拿出來做 做完之後就拿來對 然後那份卷 是最接近考試 考DSC的能力 我一定要計時 一定要計時 我自己考DSC的時間 DSC8.5開始 是不是8.5開始 哦 這樣嗎 我不知道 哦 我明白 8.5開始 8.5的時候就抽自己 8.5整時 按定差碼就在這裡做 哦 是啦 有點癢 考評局分配 不同學校考的 最好的最好就是 一輪考前 至少去一次那裡 探過路 對啦 探過路 到時才知道 原來走錯了 不會有這些考慮的事情發生 其實每年都一定有這樣的案例 總之有一群人是沒有練這部 其實不練這部 是有機會被扣分的 其實小技考練這部 嘩 我必定確 對啦 你收到的時候 全部都開到一半 一去到 就立刻拿起 可以貼 考完事了 又算有這部證 就不要讓那些人是屁股的 不要把你的這部拍出來 其實有機會被DQ 我覺得這個組合其實不錯 因為我們有成績的排隊 上 中 下 其實也不太下 不太下 就是比較上 貶低 考慈喝的那些 energy drinks 是很有用的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是 喝完是ok 你現在可以嘗試看自己 在這些高咖啡因的 你以後自己會有什麼不同 那你兩天都可以嘗試一嘗 那你真不真誠 我當時是 他喝酒吧 我當時是喝酒吧 我也是喝酒吧 我覺得Pantone說了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要在 DSE的時期 嘗試任何新的東西 你不要去 那一天早上突然說 吃個辣杯麵 看看會不會醒神一點 坐一晚睡梳化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就不要試這些東西 調整好一個最好的狀態 例如早上吃個早餐 簡單的早餐 簡單的早餐 你餐單吧 給我餐單吧 你六顆不清醒的 你也要餐單吧 我可以吃 吃個包算吧 蜜皮的饅頭 再加一杯豆 但他這個餐單是 下午飯 下午飯的餐單 哈哈哈哈 你怎樣準備下一課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那一早考完DSE 第二天都還要再考 只有下午和晚上的時間 你怎樣去分配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很關鍵 有些人考完之後 覺得自己發揮得不好 心情不是不好 其實影響了你 之後幾天的表現 考DSE 其實第一個禮拜 是最辛苦 一定是最辛苦 因為四科科 中間可能只有一個 休息 基本是被你捉著 這四科其實是 最大 有最多捲口 是最辛苦的 不過你捱了第一個禮拜之後 之後的Active 其實就比較多時間去應付 用一個好的心態 去應付這四科 因為我相信 召喚這四科 對大部份的DSE考生來說 都是最辛苦的科目 嗯 其實第一個禮拜是很關鍵的 第一個禮拜 今年這個DSE其實是很特別的 今年因為它是 連續了兩次 其實是 本身 理論上這個時候 4月尾了 應該是快來考完DSE 其實這麼多位DSE是辛苦的 始終現在是硬拖長了你們的時間 辛苦的 理論上你們要準備的 已經準備好了 沒有理由 你這個要不溫習 那你還是要逼著 不停地繼續鞭策自己 考完每一科的時候 就算了 不要再互顧那些東西 很快就立刻出個答案 都盡量不要對著 因為 不要給之前的 你考一個過去的事實 去影響到你之後的表現 都沒有了 其實都是加油的 其實真的好像剛剛Thomas所說 這段時間其實都真的辛苦了 我們很明白到 這樣強硬地去 迫你自己去取多一個月 心態上有一個很大的折磨 但是都想跟大家說 你們快要熬過了 你們很快就會完成 這個人生裡面很重要的關卡 好像剛剛Pentonic也有提過 在這個事裡面盡了全力 就已經可以了 這段影片最重要的是 我都希望你們可以輕鬆一下 放鬆一下 告訴你們 其實大學裡面 都會有些人在支持你 鼓勵你 就希望你們可以發揮得最好 好那這段影片就來到尾聲 我們很感謝我們綁眼湯的兒子 去DSC 你們去說的這番話 希望會幫到你 DSC 可能一些 非學術上的問題 就可以找我們 如果是一些學術上的問題 就不要找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幫到手 我們會不人子弟 如果有學術上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拯救善行的 其他Youtuber 就我們去Q一QIpermon FF教室 Woo 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問FF教室 去問問一下 對呀 別人那裡很棒 對呀 要有專業知識 別人綁一下你 綁一下你 考試的時候 可以令自己 對呀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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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慢慢 我們會選人